见此情景,律师交捷拿起了话筒,为双方当事人存在的债务问题和关键性的房屋拆迁款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分析。 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里面明确约定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是为了你们夫妻共同生活,小孩,这种家庭原因的借款,那么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如果说是一方单独的借款,那么就属于一方单独要归还的。 我们再做个假设,我们的王先生在外面假设借了两万块钱,这笔钱没有用于你们夫妻共同生活,没有用于房子装修,也没有用于你们去购买一些家庭设备等等,那么这两万块钱是归王先生单独去偿还的。 但是如果赵女士,你认可这笔债务是用于你们夫妻共同的,你也愿意去还这笔债务,也承诺了还的话,那么这笔债务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偿还的。 这是一个判断在夫妻存续期间的一个债务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么你们在办理离婚证之后产生的债务都是你们个人债务,因为你们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 这就是你们之间债务的问题。 听明白了。 那么我们讲讲今天最关键的就是房子问题。 这个房子,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 第一个,这个房屋是什么性质? 农村用房。 你后面去领取拆减款,是你的名义去的,你签了字,到了你账上,还是说你二姐签了字? 我,我,我。 全是你是吧? 是。 当时我也问那个拆迁那个人了,他说你这个情况你可以写一个那个委托书,就是说我二姐委托我替他办这个事。 对。 那这个就很明确了,就是说,首先你们确实在夫妻关系程序期间,所谓的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你们这个购买不是真正的是你们夫妻去购买。 这个购买是你们二姐跟买方签了协议,并且在拆迁的过程中也认可是你二姐的房子。 所以把这个拆减款以二姐的名义打的,只不过你是一个委托的一个办理人。 对。 所以这个房子从目前来看,跟两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唯一有的这种关系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在二姐名下,那么二姐给你们居住。 但是我听到说你们在上面还投了钱装修,那么这一部分的款项可以从拆减款里面就剥离出来,因为这是你们在这个房子上面进行的一个装修装饰。 那么我们拆减补偿里面,除了房子以外,这个装修装饰这一块,也可以说单独去评估一下,或者说自己核算,这个装饰装修在拆减的时候可以分到多少钱。 这一笔钱的所有权,应该是归你们两个人所有。 我挺能理解赵女士为什么今天在现场很坚定地说我不想复婚。 在这段婚姻里,我们赵女士所遭遇的,是育儿式的婚姻和丧偶式的婚姻的叠加。 丈夫不像丈夫,像什么?像个大孩子,或者徒有其表的大儿子。 第一,一说到家里有多少钱,你永远都是不知道,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呢,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您的确不知道,还有一方面是我知道,我不愿意看见这个事实。 那无论是你不知道,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都是孩子的行为。 只有孩子才会对家里的进账、出账、经济完全一抹黑。 只有孩子才面对自己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去正视,更不想怎么去解决,一味地想用逃避的方式,去对待未来的每一天。 第二,孩子的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习惯用主观的想法代替客观事实。 所以,您会一口咬定,他手里一定有钱,有多少?十万吧。 好,这个钱怎么来?不知道。 您一直在用这种主观的想法来判定,他手上就该有这十万块钱。 只有孩子,才会用这种没有发育好的心智化的思考,去衡量自己心里的期待。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育儿式的婚姻。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三偶式婚姻。 就是我们刚刚赵女士说的,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大事儿,找人找不着。 所以说,在这段婚姻里,我想说,这个老公有还是没有,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精神层面,对赵女士来说,都无所谓。 基本等通,所以,她再复婚,又为了什么呢? 最后说一句,到了这个年龄了,四十多岁了,我怪五十了,是不是该考虑考虑自己在孩子身上投资了多少? 这说的不是钱,是情感,自己在这个女人身上投资了多少,我说的也不是钱,依旧是情感。 如果说,在这点上,自己既做不到像一个好父亲,也做不到像一个好丈夫,那么今天这个复婚其实就毫无意义。 你好,王先生,在您给我们讲述的时候,你多次提到了,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赌博。 实际上,您说的这三点,我不知道对于解决你们的家庭矛盾,或者是当下的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我的心里却有这样的一种感想,就是当一个男人,面对家里一地鸡毛的烦心事的时候,又不想去面对他,更不想去为他承担责任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要扯起这块遮羞布,首先要告诉周围的人,我是一个好男人,我并没有败光家产,又不肯承认自己是生活的低能儿。 既然我们同是男人,接下来我想跟你探讨一下,什么才是婚姻家庭中的好男人。 首先,要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养家能力,同时也会懂得呵护疼爱自己的妻子。 再有,一定要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 按照我说的这三点,你回望自己过去近二十年的婚姻,想想看,都做到了吗? 如果你真的做到了,我想你不会面对今天家庭的不堪,也更不会说用好男人这样一个标签,来急忙替自己遮羞。 说到您复婚,我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复婚的前提只有两个,一个是你们未来即将面对的物质生活,还有就是感情生活。 那么请问这两个硬件,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到稳操胜券吗? 钱不够的时候,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对着老婆去找钱呢? 应该好好去赚钱,而不是在骨头里面挑鸡蛋? 肉都没有了。 其实他在处理这个房子问题上,我认为是很精明。 从你的角度来看,甚至是在计算,但是你要看到,他在这里并不是去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他其实是在用一种方式为自己保密。 那前提是什么? 因为他跟你生活下来,他发现,钱又没钱,然后风险一个接一个。 我们思考这些问题,一定要记住,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拆迁。 所以把拆迁的事情先撇开,然后你回头看,为什么要去买这套房子呢? 这套房子了不起就是弄一弄,可以拿来做一个长房,然后可以出租。 明显这个是为了保密。 为什么?因为这个家从来都是在风险当中。 我即使说他处理这个房子很精明,他又得到什么? 他又想到什么福啊? 这套房子给这个女人带来了多大的意外收获呢? 去掉成本,有啥呀? 你跑回来问这个钱干什么呀? 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到外面去挣财富? 王先生,其实你有优点,就是你愿意搞事情,你也想赚钱。 我也相信你是想为这个家赚钱,但是你发现没有,你并没有尽加心来,好好去挣钱。 所以王先生,至少我相信你能体会到,就是你今天的行为,你可能会找得到理由,没话说,可以,可是得不到尊重。 按法律,你们家的事情处理起来也不是很难,心里面要这样告诉自己,就是我至少明白,我要弄一个明白。 我有没有,我该拿不该拿,我弄一个明白,以前我没细想,那我今天弄一个明白,明白了,那我就按我做人的原则再去做决定。 而关于是否复婚的问题上,赵女士的想法,也一如调解开始时候那样坚决,没有任何。 对于复婚这件事情,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OK,OK,行,您自己鉴定这一点就好。 我们不想就是代入性的把我们的想法告诉您,最终这个事情还是您自己来做决定。 那么,在婚姻和房产问题都明确了的情况下,李小云提醒赵女士,他们还有一个遗留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孩子的问题。 虽然他们在之前的离婚协议上,简单地对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进行了划分,可是这对于负责任的父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你跟你前夫现在的状态就是,你常年在外面打工,然后带着女儿,他带着两个男孩在老家。 我个人给您个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回来,就是说在当地找个工作,我也考虑过,但是我想了,我要是回来的话。 可能还得跟他纠缠在一块,你不一定回来,就非要跟你的前夫纠缠在一起。 你比方说你住在别的地方,但这样的话,你在同一个城,就是在同一个地方,那你跟儿子,你就可以经常去叫他呀,甚至是给他做做饭呢,叫他到身边来吃个饭呢,对不对。 对于李小云的建议,心中牵挂孩子的赵女士均表示,愿意接受。 而密室的另一边,我们欣喜地发现,在经过了场上的调解后,王先生决定,彻底放弃自己此前的诉求。 你现在针对自己的诉求,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不坚持了。 不坚持了。 我都说嘛,这两次是我错了,看我错在哪里,我要是地球错了,批评批评,我应该。 关于房长这块,你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我也不要了。 你不要了,我自己想办法帮我离外边掌画完。 在看到王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态度后,观察员韩风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和李小云想到了同样的问题。 因此,他在密室中给王先生提出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要重视起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现在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你必须要去面对,就是关于孩子教育问题。 对。 这个你们两个谁都绕不过去。 对。 我给你提的想法就是,更多地关注一下家里的这几个孩子的成长,教育, 有进到一个父亲的陪伴的责任,更多地给孩子创作一点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及教育环境。 对。 这个是咱们做男人家表达的,好吗? 随后,韩风来到了密室的另一边,转达了王先生的决定。 双方在复婚与拆迁款的问题上至此达成一致,再无争议。 那么,在密室结束回到场上之后的他们,面对彼此又会有着怎样的表达呢? 他们能否放下多年的矛盾怨恨,握手言和? 我们的调解马上回来。 我们的调解马上回来。